你知道像这种单颗群不足时会自动提醒需补货的工作表是怎么制作的吗 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if函数 然后用入库减去出库的数量 当小于50的时候 逗号双引号引注补货 则流空 我们直接双引号引注就可以了 然后再回车确定 我们在双机向下填充 这样子需补货就会自动提醒了 那如果想让它更加明显的话 我们就要选中它们 在点击上方条件格式子里 突出显示单元格规则 选择等于 在这里我们输入补货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子就更加一目了然了 你都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你知道像这种单颗群不足时 会自动提醒需补货的工作表是怎么制作的吗 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if函数 然后用入库减去出库的数量 当小于50的时候 逗号双引号引注补货 则流空 我们直接双引号引注就可以了 然后再回车确定 我们在双机向下填充 这样子需补货就会自动提醒了 那如果想让它更加明显的话 我们再选中它们 在点击上方条件格式字里 突出显示单元格规则 选择等于 在这里我们输入补货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子就更加一目了然了 你都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你知道像这种单颗群不足时 会自动提醒需补货的工作表 是怎么制作的吗 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if函数 然后用入库减去出库的数量 当小于50的时候 逗号双引号引注补货 则流空 我们直接双引号引注就可以了 然后再回车确定 我们再双击向下填充 这样子需补货就会自动提醒啦 那如果想让它更加明显的话 我们再选中它们 在点击上方条件格式字里 突出显示单元格规则 选择等于 在这里我们输入补货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子就更加一目了然啦 你都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你知道像这种单颗群不足时 会自动提醒需补货的工作表 是怎么制作的吗 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if函数 然后用入库减去出库的数量 当小于50的时候 逗号双引号引注补货 则流空 我们直接双引号引注就可以了 然后再回车确定 我们再双击向下填充 这样子需补货就会自动提醒啦 那如果想让它更加明显的话 我们再选中它们 在点击上方条件格式字里 突出显示单元格规则 选择等于 在这里我们输入补货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子就更加一目了然啦 你都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